大家好 我是Tim哥 又到了蘋果每月一報時間 今天有哪些爆料爆點呢 看之前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打開 好 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 我今天穿這個衣服 就是在去年2019年WWDC那時候買的 今年WWDC變成線上 在6月22號也會正式公佈 到時候會有很多像iOS 14 iPadOS的新版 Apple Watch Mac都會有 那我們今天先來講一下 目前所有產品的更新的很多的爆料 第一個當然先從iPad開始 iPad其實今年 大家有看到我之前拍了iPad Pro的開箱 其實iPad的入門版 在之前是9.7吋 後來升級到去年的10.2吋以後 今年有可能爆料會到10.8吋 而且它比較會用成一個窄邊框的形式 10.8吋是什麼概念 iPad Air是10.5吋 那現在的iPad入門版是10.2吋 所以它等於是比iPad Air 還再來的更大 來到了10.8吋 那iPad mini的部分 今年確定不會推出 是2021年 也就是明年它才會正式推出 再來呢 我們就講到了AirPods 那AirPods呢 老實說今年只會出一個耳罩式的版本 那這耳罩式的版本呢 目前傳出來的就是AirPods Studio 那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皮革版 一個是運動版 那這次呢 最新的是它會有三款顏色 一個是玫瑰金 一個是黑一個白 但很多人呢 說它會在WDC正式發佈 但我個人是覺得 會跟著新的iPhone12 才會一起推出 那iPhone12那時候 等一下再說 那我們講到了AirPods的第三代 它會在2021年的上半年 那AirPods Pro的最新一代呢 會到2021年的年底 甚至於到2022年 那最新的一個更新是 他們現在正在研究呢 要把環境光源感測器放進來 那它可以要做什麼事情呢 它想要呢 去可以帶了AirPods 未來可以監控你的 就是跑步的步數啊 心率啊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目前看下來 你要放到一個新的技術進去的話 所以這個更新的時間呢 其實不會這麼快 也就是說呢 今年你會看到就只有AirPods Studio 跟迷你版的HomePod 那MiaHomePod 我之前在5報已經有先講過了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 再來講到Apple Watch的Series第六代 那去年呢發表的是S5 那S5呢 它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就Always On 它就是一直會顯示時間 然後另外呢 它有把一些健康的一些偵測 包含噪音偵測現在還是可以看得到的 還有女生的什麼月經啊去追蹤 那新一代的呢 它有可能會把血氧濃度偵測放進來 那血氧濃度偵測呢 是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有過低的血含氧量 它就會幹嘛 會發出一個訊號讓你知道 另外呢它會把這一次的手錶呢 會在延長電池的壽命 另外一個就是智慧鬧鐘 它會用一個方法呢 去用你像是微微小震動啊 在你淺眠的時候呢幹嘛 去把你叫醒 那當然呢 睡眠追蹤的那個 這個部分呢 也會把它放進來 那它去追蹤你呢 它有去分析說 你現在睡眠的所有的品質啊 相關的狀況 所以 你可以看到其實Apple Watch 在健康這一塊呢 應該會繼續往下扎根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接下來呢 就是大家期待的iPhone12啦 iPhone12呢 其實在前幾天喔 它的3D模型列印 在外面已經把它曝光出來了 它的外型呢 其實類似什麼 iPhone4 就是跟 而且跟先前的很多傳聞 是一模一樣 以現在來看呢 現在是6月 那以6月來講呢 其實蘋果那邊 它應該已經把 接下來的iPhone12的外觀 已經確認了 那所以 我覺得這個圖的可信度 至少有60% 那 因為它是3D列印模型出來的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有四個尺寸 5.4吋 6.1吋 6.1吋 跟6.7吋 差在哪裡 5.4吋跟6.1吋呢 是iPhone12 那6.1吋跟6.7吋呢 是iPhone12 Pro 跟iPhone12 Pro Max 那你可以看到 它從這個列印 出來的模型 iPhone12 它是雙鏡頭 但是 它的iPhone12 Pro 跟iPhone12 Pro Max 竟然是三鏡頭 而不是四鏡頭 因為外傳 其實第四個鏡頭 就是跟什麼一樣 為什麼我把 新的iPad Pro 8拿出來 它會多一個 這個LiDar的 那個 鏡頭 會把它放進來 就是跟AR有關 但事實上 奇怪 它竟然是只有 放三鏡頭 所以這個地方 大家打一個問號 不過呢 我剛剛說的 為什麼我今天拿iPad Pro出來呢 因為它的 統整 它的旁邊的這個金屬 這種框架 有沒有 應該會跟 iPad Pro 是一樣的 那我們從這個圖 再看一下就是說 iPhone12的Sync卡卡槽 移植到左側 音源鍵的下方 這代表什麼 代表呢 有可能它的5G 會把它 幹嘛 放進來 所以它的5G放進來 表示 這一次的 全系列的 iPhone12 或iPhone12 Pro iPhone12 Pro Max 應該都有5G 那底部的開孔 也因為尺寸的不同 5.4吋 你看左邊它只有兩個孔 那6.1吋 三孔 6.7吋 反而是四孔 可是有一個地方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它會改成Type-C 但沒有 從目前3D列印看起來 它還是Lightning 然後目前 其實 在螢幕的供貨料部分 因為它們是OLED面板 所以 很多人會傳出說 它今年會跟京東方合作 那其實京東方 其實是跟LG的Display 就是LG做面板的一起做 是6.1吋 iPhone12的這一塊 不是iPhone12 Pro跟iPhone12 Pro Max 所以 80%的產能 還是在三星 那20%會在京東方加LG 我覺得蘋果應該是 還在測試 因為 那個 大家會覺得說 京東方 好像 它的產能 跟它的 應該是說 它的 那個叫什麼 良率的部分 沒有辦法 像三星他們 那麼的穩定 所以 我相信 蘋果呢 它在 嚴格控管 下面呢 如果京東方讓蘋果 不會滿意的話 我相信蘋果不會給它做的 好 另外一塊呢 就是這一次呢 會出現的海洋欄 你有沒有看到 也是有 那個 影片 合成影片出來了 它這一次呢 就是因為 你看我們去年呢 就是夜幕綠 今年呢 就是海洋欄 我還滿喜歡的海洋欄 不過呢 發表會呢 會延後 目前呢 很多媒體都已經在說了 你可以看到 這次WWDC 就推遲到6月22號了 所以今年的iPhone發表 iPhone12發表會呢 不會在9月 反而可能會在10月 或11月 我個人猜測是10月 那 在11月底以前 美國感恩節是11月26 黑色星期五是10月27 我覺得反而那時候呢 開賣機率 會比較高一點點 好 最後呢 這幾件事情呢 是我自己的觀察 第一個呢 他說不戴附耳機 我覺得不戴附耳機OK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高階期限機 是沒有在附耳機的 那不戴附耳機呢 事實上 很多人 會導向說 他希望去增加AirPods 的銷量 可是我是覺得說 有可能他會把耳機 這個省下來的錢呢 拿來做什麼 他拿來呢 去 做 比如說 今年的可能全系列的iPhone12 都是OLED面板 而不是有LCD的 那再來第二個 他們全部都5G 而且5G呢 又晶片比較貴嘛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 把這個錢省下來 去做這個 第二個呢 我覺得他今年的容量 會提升 你可以看到啊 iPad Pro 甚至於MacBook Air 他們的容量呢 都提升了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 最便宜的容量 反而會從128G 就是從64G變成128G 然後另外一塊是 像今年的新的iPad Pro呢 我覺得 它的螢幕更新率呢 達到120Hz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 iPhone12 Pro跟iPhone12 Pro Max呢 應該會跟iPad Pro一樣 的螢幕更新率 那另外一個呢 雖然我們剛剛從那個3D 那個列印 它只有看到三鏡頭 但事實上 我反而覺得 今年它還是會把LIDAR鏡頭 加在iPhone12 Pro跟iPhone12 Pro Max裡面 為什麼 不然它就跟iPhone12完全沒有區隔了嘛 那這樣子我 我幹嘛要出 四款 而且有兩款的尺寸都是6.1吋 那絕對是後面鏡頭有差異 以上 就是今天的 每月一報 那有人說 其他人那Apple的AR 的那個眼鏡呢 就Apple Glass 老實說我覺得 沒有那麼快 雖然外面爆料 合成都有了 我覺得真的沒有那麼快 好吧 那 如果它真的很快的話 我們下個月的每月一報 再來跟大家分享 下次見 拜拜